PO出照片報平安 經過被關禁閉室 長達24小時的驚魂 夜市囚王曾俊昕和父親 終於平安返禮國門 但回憶當時狀況 曾俊昕心有餘悸 剛剛我非常的焦慮 因為那個環境 就是非常的不好 然後他們又都不戴口罩 在秘密空間裡面抽煙 就是讓我們非常不舒服 曾俊昕今年1月 展開世界之旅第一陣 先到南非參加APP挑戰賽 但沒想到飛往塞爾威亞 準備進海關時 卻被實名保全強制壓盡禁閉室 每次產品什麼東西都被 非常的摸手 還有護照 他們連水都沒有 然後就給我們幾個 那種冰的麵包 半夜的時候可能才10度左右 因為它裡面沒有那個 暴暖的設施 也沒有麵杯或是之類的 環境惡劣還可能有染疫風險 裡頭待遇曾俊昕形容 比監獄還差 但整趟旅程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我們說台灣人 假如是台灣人 然後有ESTA簽證的話 就不用再辦塞爾威亞的簽證 斯坦堡專機又檢查了一次 也說可以 然後到了塞爾威亞之後 他們就說我們需要塞爾威亞簽證 簽證溝通出問題 最後曾俊昕回到伊斯坦堡 也獲得住土耳其辦事處協助 今晚俄羅斯的比賽沒能繼續 但仍能平安已經很感謝 吃冠讓我們有辦法吃到 那個肌肉 肌臣跟飯這樣 台灣小將到國外征戰 卻遇上關禁閉 索性曾俊昕和爸爸 最後以平安抵台 結束這場驚魂祭 記者謝偶像吳俊瑋李一璇台北報導 新鮮市場